从组合出道 餐演网剧 再到发个人唱片 这已然成为了娱乐圈男神养成的套路 这部又一位小帅哥爆火了 6月3日熊子奇现身上海与粉丝们一同庆祝了他的生日 生日会上不仅有粉丝们送上了生日祝福墙 还有好友的惊喜现身 场面火热 熊子奇更是开心地接起了自己的牢底来 这男神的心也是够宽的 更规律了 更规律就是自我的一个规法 对 就不会迟到啊什么的 然后不像以前我们上学 我说今天想不去就不去了 你上学说不去就不去了 不是不是不是 不是 太好 没有了 就是请个并驾嘛 哎呦 我们都懂的 不过有进步还是好同志 从浪花一朵朵到如今热播的化新师 扎根于横店拍戏的熊子奇 倒是成为了粉丝们眼中的吃货了 对 但是特别爱吃的应该是横店的时候 主要是对吧 大家看我刺客的花絮子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一吃熊肉店 他就拍我 然后我就是蜷缩在那儿追着 特别惨 其实没有那么惨 挺好吃的 如此放飞自我的生日会也是没谁了 最后还是要男神正经一会儿 听听他的新歌《战火荒烟》吧 好爱是因为无所谓 到底是谁是谁 被不理会 被人称赞之后 还是爱给你一位 好爱是谁 好爱是谁 好爱是谁